好,各位朋友,我们继续来看梅花艺术技法篇的第十个 第十个就是超级重要的,五颗星的超级重要的方法 就是内外挂结合法 那么这个挂也是邵康杰最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没有之一,没有之一 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内外结合 你只用一个挂盘,你只用一个挂盘去使用的话 你可能只能大概去判断一个粗的行为 就是说这个事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 你只能判断这些,其他的你没法去判断 细节你必须要结合外印去判断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来解释一下内外结合方法 说外挂及外印,觉着及凶细节还有硬气 我们有专门一个课题来讲这个外印 外印就是除了挂盘以外的 除了挂盘和时间以外的 其他的信息的动向也好 镜像也好,什么样的也好 它对这个挂的影响 那么内挂呢 即提用声刻,忘衰挂名,摇像参像空亡 出户入户极端次质法 这些我们上面讲的那些方法就是内挂挂盘里边的内容 得出来断语必须外挂加内挂再加融入生活 这三方面才能够把这个挂断得非常好 如果你只使用挂盘的话 你根本断不出来什么东西出来 如果你只使用外挂的话 也没有再和这个挂结合起来一样断得细 这两个呢,就跟人一样 人它是由肉体 加灵魂组成的 你少了哪一个你是个正常人 你只有肉,你没有灵魂,那是植物人 植物人不把他看成是一个人 是吧,那么你灵,你只有灵体 你没有灵魂,那能行吗 那肯定也不行 再说一个挂是活的 这个挂是活的 这个技术是活的 务必要这两种方法去结合 务必这两种方法去结合 那么我在这里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总结 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看看内挂和外挂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光看内挂的话 内挂呢,就是我们的挂盘 内挂的中心是以体挂为中心 就是我们体挂,用挂,谁生谁,克谁 是吧,外挂呢,是以我为中心 是我这个人为中心 其实外挂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挂 断脊胸怎么断啊 如果是用内挂去断脊胸的话 就用体用深刻忘衰啊 等等其他的我们前面讲的那九种十种方法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是用外挂的话 你就必须要找外印的脊胸啊 就是周边发生的事物的脊胸情况 去判断这个外挂的脊胸啊 是这样的啊 你看这两个是完全是两个系 看到了吗 但是这两个系必须要放在一起 断细节怎么断啊 你断细节你用内挂去看的话 是通过整组挂 挂和挂之间的组合解读出来的 你反正说有火刻金啊 金刻木啊 木刻土啊等等这些东西去看的 那么你外挂呢 是怎么看的 你找工位或者说找代表挂的物品 啊 就是那个 就这种方法呢 它是外印的 外印皮案里面的一个方法 断印期呢 是变挂的深刻之理 啊 变异 硬期啊 我们在这里一直也没有讲什么硬期啊 因为硬期呢 是所有的预测数当中最难的 啊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呢 都断的特别准的硬期啊 只是把这两个人有时候呢 断准的已经超级牛了 是吧 硬期要断 要再准的话呢 基本上呢 呃 少汉杰 这那种人物才能做得准 你像 少汉杰这么牛 他儿子都断不准 就是他儿子都断不准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啊 但是硬期呢 再挂进去看的话 就看这个变挂的深刻之理啊 看变挂 看硬期就是看变挂 在外印的话呢 你就要看我当时的状态 就是说我是站着的 还是坐着的 还是躺着的 如果我还是躺着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硬期比较慢 如果我还是一边走一边看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硬期比较快 如果我要做的话 中间啊 那么护挂呢 是变挂相生 比合为快 相刻为慢啊 相生或者说比合 就说明为快啊 快的 那么要是相刻就为慢 同样摇相段 一摇为势之初 二摇呢 为势发动 三摇呢 为势行动 四摇为势之急 五摇呢 为势成功 六摇呢 为势之过 就是通过摇 也能够判断时间啊 一摇是很快的 二摇呢 是再慢 三摇是再慢 等等就这样啊 外印呢 去看到这个硬期呢 是人跑花落之类的 为快 可定为隔天 那么人走的情况下呢 一起走呢 为两巡外 对面走呢 为一巡 一巡呢 为十二 为十二个地支一圈啊 你要是一起 咱并肩走的话呢 可能呢 就两巡外啊 两巡外呢 可能就是十多天以后 是不是啊 就是半个月左右 你要是对面走的话 往往往往往往 往这走 然后你往这走 这样就速度比较快了 那一巡 十二天左右 人站着不动 半个月为单位 人站着动 以月为单位 人站着不动 是以半个月为单位 人坐着不动 以月为单位 人躺着不动 以年为单位 你看 这个 看面不一样啊 那么最后呢 作为一个注解 说单独论 内卦 没有任何意义 必须要外卦 决言 占卜至今 无非呢 合乎内外之道 你看了吗 这一点呢 是少黄杰的原话 少黄杰就说了 你必须要 结合内外卦 去 来去 剁这个和 和这个占卜 比较相关系的问题 你这样的话呢 才能达到一个 精确的问题 你只是用这种方法 是很难的 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呢 我们会在 会在这个 下边的专题里边 跟大家介绍 当然呢 因为呢 外应它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体系 关于外应这一块呢 我又专门做了一个 外应的一个课题 专门来讲这个 这个课题 专门讲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呢 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来点一下 点出来呢 就是外应和内卦 之间的关系 是互相 补充的 他们可以单独使用它 但是 你要是想达到一个 高的高度 那么你必须啊 要把两者呢 你合二为一才行 好 我们呢 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 好吗 好吗 好吗